更强烈的线条也好 画法也好 总之呢 让它对比变得很强 以至于我们接下来 再铺上一层底色 过到两三层的底色 前三分之一的阶段 你都还看得到底下的草稿 那我们就可以在一个 有造型的基础上去做描绘的动作 那因为它叫多层次画法嘛 所以有很多层嘛 那很多层的情况 我们当然要等干的次数 跟时间也会变得比较多 比如说我现在要把这一张 素描底稿完成 那这个素描底稿 我们就不再多做介绍了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我们 上一堂素描课的全部的内容 它就是用油画的方式 来做一个高反差的素描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不再去讲它的 头像的结构 骨骼肌肉位置的关系 我们就不再多讲了 因为我们在素描课已经全部介绍过了 现在我们其实只是用油画的方式 来做一个素描底稿 虽然它不同于照染法前面所教的素描稿 它是一个更像一个草稿 并且我们刻意要让它保留被看到的这样子的关系 其实是相对薄很多的 那这个薄很多它有什么好处呢 它其实就无形中的把我们最底层的这个绿色的底色保留了出来 所以到这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我们前面有教底色的油画底的一个功用 我这边就是很充分的利用这个油画底的绿色底色 然后我选择画了一个暖色的肤色 我们同时也要理解色彩带来的影响 我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染色会以亮暗交接线的周围染的比较多 因为可想而知 在反光的情况来看 反光是受着底色那个绿色底的影响 以及它是周遭反射光的影响 那我们这边当然就是用绿色底来暗示周围的带灰带绿的颜色 那它的干燥时间都会依照它的油的种类不同而改变 那另外一种的影响就是 你在你的亚麻仁油跟松节油中加入median 也就是调和剂 那调和剂就有千变万化的不同了 比如说如果你加入lequin 它干燥的时间也会还蛮快的 所以在这个阶段各位要注意的是 我们扫的如果要扫的比之前都更细腻 要扫的比之前保留下来的色阶 跟你做过的每一个转折跟色彩的衔接 要更丰富更细腻的时候 画面的粘稠状态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们前面就介绍了 那我们前面就介绍了 各种上去的动作 那因为背景它是处在一个明度 深度是非常深的状态 所以我们一边做这个动作呢 一边的目的是为了调整 我们背景的明度亮度要到多亮 OK你会现在会看到我 开始往物体的内部去画 不要去在乎照片的头发 究竟长什么样子 固然我们要有一点参考照片 但是我们主要还是以自己 长久以来培养的美感为主 所以我们在营造一个 主要动向的头发的时候 好比如说现在我们画面上 看到这条红色的 我们会有一个最粗的 最主要的 它就像是一个树的树干一样 描绘整体的树干 并且树干的主要力量 还是在带动这个头发的一个流动方向 而这些分支只是做一个 平衡的动作 它平衡了这个流动的方向 可是它并不影响视觉的主要力量 然后我们看橘红色 当然它有大量的油在里面 所以它的橘红色不会这么的鲜艳 对不对 而且我们在使用的颜色也是把 我们可能有加一点点sepia 所以我们也是把这个橘红色的彩度 整体降了不少 但我要讲的是 它就是偏暖色系的 所以我的中和是我这一层会反过来 蓝色的色层反射出来 再透过红色的照染层中和成为紫色的色彩 传递到视觉 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光学效果 那么如果你问 如果我们使用黄色点跟蓝色点交互作用产生的绿色 跟前面提到的照染产生的绿色有什么差别吗? 其实是有的 透过色层的黄绿交错产生的绿色 是利用眼睛的自动混色效应产生的 这其中并没有更复杂的光学效应 纯粹只是颜色透过光线的直接反射 那我们来看看利用照染所产生的绿色有什么差异吧 阳光透过蓝色层照射到黄色底层 再透过蓝色层反映出来产生的绿色 是一种带蓝色光学的绿色 就是拿来画古代宫廷侍女 在西方没有侍女 就是古代的婢女 或者是王公贵族 因为他们身上才穿得起丝绸 那丝绸呢 它就是会透出皮肤 因为非常的薄 非常的sexy 所以会透出皮肤嘛 那他们就利用这种 反向的就是白色的 然后调的很稀 调的很薄 调的很透明的这种 免料呢 来画他们这种丝绸的感觉 然后因为 因为它是很透明的 但是它又带有不透明的属性 所以它会隐隐约约的看到底下的皮肤 但我为了要避免我的暗面都粉掉 因为我毕竟不是盖了一层薄纱嘛 我只是要表达出 他们这种 微微泛冷的皮肤色 就是皮肤底下的血管色的这种感觉 因为我认为人类 这个物理世界的存在 跟所谓超越人类存在的一种关系 那我也想表达这个孩子 他的眼神 他的情绪是在于 命运互相凝视的这种情绪 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就会想要去画出 他这种源源不绝的 内在的生命力的一种流逝感 所以我会把这个 我的画面就会把这种感觉具象化 就会把他的那种生命力量的流逝 他的情绪画出来 掌握得更为精准 那这一直是我在创作中所追求的部分 最后我们来回到 我们在谈的这个技巧本身 多层次画法 Painting in layers 相比于照染法不同的概念 你这边会看到 我们真的强调了非常多的层 一层一层 但是我们每一层的相互之间的关系 其实都是经过计算的 甚至我们计算到了 一开始那个绿色底色 我们都有些微的 某些地方是被保留下来的 这个都是在我们经过计算 才会得到的视觉效果 那我觉得绘画是有非常非常多种 享受它的方式 你当然可以像爆发式的一样 把你的情绪在一瞬间宣写出来 但是同时你也可以 作为一个计算的非常精准的画家 那我认为了解越多不同的方式 它就好像一种语言 你了解这一个国家语言 你就在某种程度上了解它们思维的方式 那其实对于画法来说也是一样 你了解越多不同的画法 其实你越是能够了解 这一整个画法背后所存在的思考的体系 OK最后谢谢大家 跟我们走到了 倒数第二堂课多层次画法 Bending in layers 那我们下一堂课再见 拜拜